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平安,我是天天 非常的开心和你相聚在天使夜未年当中 今天要来分享旧约圣经故事 我们这阵子都在分享大卫跟扫罗的故事 谈到了扫罗嫉妒大卫,想要杀死他 大卫逃走以后呢,过着逃亡的生活 虽然过着危险的日子 但是上帝保护大卫 让他每一次都安然地逃过扫罗的追杀 也在这过程,让我们看见大卫美好的品格 他有几次机会都可以报复扫罗的 他都因为敬畏上帝,没有做出伤害扫罗的行为 如今,大卫又逃到另外一个地方 名叫哈基拉的山里 扫罗知道以后啊,果然呢,又派出兵马要去追杀他了 大卫该怎么办,赶快来听听这段故事 准西福代表,觐见扫罗王 吴王万岁 据说你们知道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是,陛下,我们从西福来的忠心臣民,愿为皇上和吴国效忠 我们知道他是皇上的敌人 他既是皇上的敌人,也就是我们的敌人 而且我们相信来通风报信一定会得到赏赐 好了,别那么啰嗦,只要报告大卫在什么地方 是,是,皇上 他和跟随他的人在西福旷野中流浪着 他们躲藏的地方是在哈基拉的山里 杨宁儿将军,你听到没有 要这些西福人做我们的祥导 在最好的军队中派三千人准备好 我亲自和你们一起去搜索 把耶稀的儿子出去 遵命陛下 陛下,就在这个地方 在我们右手的是哈基拉山 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就躲在这附近 不会错吧 绝不会错,陛下 好吧 杨宁儿,今天晚上就在这里赞 天快黑了,大家都累了 是,皇上 首先我们来为陛下安排休息的地方 就在这里 在这空地的中央平坦的地方 其余的人就在陛下四周围绕着睡下 一定要有卫兵在我们四周放哨 请您放心,皇上 有三千个人围绕在您四周 一定十分安全 大卫的人没有多少 顶多几百个人吧 大卫的侦察兵回来报告说 扫罗和他的军队的确到了旷野来搜索他 你确定扫罗本人有跟他们一起吗 是的 他们好像没有上山就停下来了 在岩石和树丛的掩护下 大卫看到扫罗和雅米尔睡觉的地方 然后回到他自己的人那儿问道 谁愿意和我一起到扫罗的营区中去呢 我同你去 大卫舅舅 好 雅比塞 我们暂时等一下 等他们睡熟了以后 再偷偷地摸进他们的营中 月牙 你留在这里领导其他的人 你的兄弟雅比塞 要跟我摸到扫罗的营中去 我们都会保持警觉的 直到你回来 好吧 雅比塞 跟我来 沿着树木和岩石的阴影 他们来到了敌人的营区 营中每个人都睡得很熟 扫罗也睡在那儿 他头的旁边插着枪和放了一瓶水 而雅尼尔也在他身边熟睡着 大卫舅舅 今天上帝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了 来 容我拿枪将它刺透在地 一次就成 不 不 不可以害他 有谁能够杀死耶和华的受高者 而无罪呢 他或许到时候被上帝击打 或是死在战场上 但是上帝阻止我伸手害他 只要把他放在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 我们就走 大卫在前面领路 到了营地对面的山上 我真搞糊涂了 这里真有些神秘 什么事情使你糊涂啊 雅比塞 这怎么可能呢 我们一路到了营区的中间 接近的可以把他们的王杀死 而竟然连一个人都没有醒过来 连一个哨兵都没有看到 我觉得这神秘的事 只有一个答案 那就是 上帝使他们沉睡不醒 我相信你说的没错 可是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一来 可以证明扫罗 以为我要杀他的想法是错误的 二来 是我大受鼓励 知道上帝在照顾我 同时也给扫罗的堂兄弟 也就是他的将军 亚尼尔一个教训 亚尼尔 喂 亚尼尔 有人在教你啊 亚尼尔 是 陛下 谁在呼喊呢 有什么事情 亚尼尔 你不是个勇士吗 在以色列国中 还有谁能比得上你呢 你为什么没有保护国王 你的主人呢 有人刚刚进到营里去 要杀你们的主人呢 你失职了 亚尼尔 我指着永生上主发誓 你们都该死 因为你们没有保护你们的主 就是耶和华的受高者 现在你四周看一看王头旁的枪和水平在哪呢 我尔大卫 这是你的声音吗 是的 我主我王 这是我的声音 我做了什么 我有什么得罪过你吗 使你要射杀我 像射杀一只野鸟一样呢 我有罪了 因为你今天看我的性命为宝贵 我必定不再害你 我实在是个糊涂人 王的枪在这儿 吩咐一个少年人来拿去吧 我今天看中你的性命 愿耶和华也看中我的性命 拯救我脱离一切患难 我尔大卫 愿你得福 你必成就大事 也必得胜 于是大卫就离开了 扫罗也回去了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所过的逃亡生活 实在非常艰苦 日日夜夜都要警觉 时时刻刻都要准备好 为他们的性命而逃亡 愿耶 你怎么想 我怕总有一天 我会被扫罗害死 可能最好是逃到 非利世人的地方去 那时 扫罗就不会再搜索我了 你想 在非利世人的什么地方最安全 让我们到南方 加特王雅吉那儿去 因此大卫和跟随他的六百人 带着个人的家眷 离开了以色列地 来到雅吉那儿 安居在加特 最后大卫鼓起勇气 向雅吉恳求 我若在您眼前蒙恩 请赐给我一座安身的小城 何必让我跟王在一起 住在京城呢 当天 雅吉将喜格拉 赐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从此以后 喜格拉就属于犹大帝的城市了 扫罗知道大卫躲在哈基拉的山里 就马上带兵去那里追杀大卫 大卫好像扫罗心里的一根刺 因为嫉妒让扫罗每次想到大卫就心里不平安 不出去大卫他就无法安心 听了这 听众朋友你会不会感叹 这位以色列第一位被上帝拣选的国王扫罗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扫罗的家族是以色列支派当中最小的便雅明支派 扫罗家又是便雅明支派中最小的 上帝拣选扫罗做以色列的国王 一定有上帝的美意 其实翻看圣经 我们可以看见扫罗年轻时 还没有当国王的时候 他是一个孝顺父亲 懂得体贴别人 看见百姓需要的人 可是如今的扫罗却因为嫉妒变成了一位追杀者 失去上帝的同在和祝福 这是多么可惜的事情啊 嫉妒的心非常的可怕 可以让一个原本善良英勇正直的人 变成一个加害者 我们实在需要时时检视自己的内心 是不是有时也会嫉妒别人呢 认为别人拥有的比较好呢 嫉妒好像是一种黑暗的诠释 会笼罩我们的内心 渐渐的我们的心就会扭曲 生命也会变得丑陋 我有求上帝 我有求上帝来帮助我们 好好的来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 而我们也可以时常来阅读上帝的话语 就是来读圣经 我们就可以时时警惕自己 不会落得和扫罗一样的下场了 在刚才所听的故事当中 后来扫罗离开了哈吉拉的山里 之后扫罗会怎么样呢 而大卫逃到了非利式人的地方 大卫在那里又会经历到什么事情呢 下一次贴使叶未眠 在九月圣经故事这个单元 继续和你分享这段精彩故事 最后我想跟你分享这首诗歌 投靠者的赞美 唱到万君之耶和华 哪一个人像你 你的慈爱流传到万代 敬畏你的欢喜敬拜 大水泛滥的时候 你在宝座上为王 任凭狂风巨浪 属你的人大有平安 即使动乱的时候 你在宝座上掌管 你的右手高举在全地 属你的人大有保障 希望这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经历到的 上帝就是我们最大的保障 跟祝福了 我们就下一次天使夜未眠 空中再会咯 拜拜 你的慈爱流传到万代 请为你的欢喜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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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